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我们继续来 研究弥勒旧古今 再来讲到 北方真武为将帅 青脸宏法显神通 北方真武就是我们前面讲的 玄天上帝 他是靖乐国的太子 出家修道在武当山 北极真军 所以叫北方 这个北方真武 最后这一段讲的是什么 讲的就是 这个 我们点到的时候讲的 现今摘杀聚遭身边 一切兵荒老幼同瞻 就讲这一段 最后关头 这个佛魔争地 十方天魔 会全部发动 所以说 现今灾杀聚遭身边 各种的灾难凶神恶杀 全部到了身边 都会来干扰 所以我们才会 有这么多的这种 像现在气候也异常 像今年气候就非常异常 一整年没台风 九月才来 然后温度也增高 所以人不照天理 天不照甲子 如果人呢 这个失去了天理良心 这时候就会 风不调雨不顺 这个天地大乱 所以这个时候 兵荒马乱 老幼同瞻 不管你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小孩子 但是全部都在这一场 大战里面 佛魔大战里面 没有人能够避免 而这场大战呢 当然那边领军的 就是撒旦 其实撒旦本身 这个魔王本身以前也是天使 还是大天使 陆百家 后来堕落了 变成撒旦 然后 而这边领军的是谁呢 就是北方真武 北方真武 统帅三军 叫胡魔大军 他已经有五千多年的 修道的历史 最资深 我们前面讲这些 三观大地也好 释迦牟尼佛 孔子 老子 历代圣人 最资深的就是他了 就是这个 北方真武 前面有介绍他的生平 他在皇帝时代 就 就已经成道了 所以说呢 由他来统帅三军 胡魔大军 来统帅 要来做最后的整数 最后的整数 要把这块土地 化梭婆土为莲花帮就在这里 要把这块土地的这些 罪恶 无形的罪恶 有形的污染 全部都去除 什么叫无形的罪恶 比方说 我们现在那些商人 对不对 贪心 不择手段要赚钱 这就是无形 你看不到他的心 那有形的污染是什么呢 大家都吃收水油 大家都吃饭 无所不在 收水油还好 我们台湾人生产是收水油 像他们进口那个什么工业猪油更多 对不对 但是那个是大陆到香港然后转进来 那应该是做肥皂用的 地沟油 那更可怕 地沟油都是那种到那个水沟里面去挖 挖出来的 那个都粘在那个水沟壁上 然后很多蟑螂啦老鼠啦在里面 大便啦都混在里面 所以那个挖出来都黑色的 天然都吃到我们台湾人肚子里去了 不过我们吃素了 逃过这一劫 吃荤的大概 没有办法避免的啦 无所不在的 所以这个是 这件小事你就看出来 人心也受到污染了 人心的罪恶 食物的污染 土地的污染 无所不在 非常可怕的 所以说今天北方真武来了 率领狐魔大军 那要来扫荡群魔 要来扫荡群魔 不管你是内心的魔鬼 还是天地之间 在这边这个 祸乱人间的魔鬼 或者说是坏人 走火入魔的 这些恶人 这个都是在这个北方真武的一个扫荡的范围之中 北方真武为将帅 清廉弘法显神通 北方真武他率领了四大元帅 其中呢 为首的这个元帅啊 四大元帅之首啊 叫做温元帅呢 这个温元帅呢 他是汉朝时候的人 后汉时期的人 其实他本身是一个儒者啊 他从小就身具异品啊 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然后又什么经时之籍啊 所有的这些经典都读得很通 文章非常的好 但是呢 他本来是要走这个 这个就是去考科举嘛 进士 然后去这个 做官啊 去报效国家的 但是后来他落地了 好像我们说考大学落榜一样 他落地以后就很失忆啊 然后突然间呢 天上降下来一条苍龙啊 黑色的龙啊叫苍龙 那个龙呢吐出一个珠子 龙土珠啊 吐出一个珠子呢 被他捡到了 吞到嘴里以后 哇 开始会飞行变化 变成神仙啊 这个很特殊的一个人 叫温将军 温元帅 那他就整个人就变了 脸变成青色的 头发变成红色的 叫青脸红华 青脸红华 然后神通广大 他还没有死啊 那时候还是活人啊 就已经飞天上 飞天入地啊 无所不能了 神通广大 就跟那个绿巨人一样啊 蹦来蹦去的 有一部电影叫绿巨人啊 这个还真的有这种人 温将军 在中国历史上有记载 清脸红华显神通 这是我们看不到的啦 像后学到马来西亚 有一位陈典兰师 他是宝光健的 在马来西亚第一个坛主 他家里设坛 可是他那个时候 也不了解到嘛 那时候也没什么开班 所以他一方面虽然是坛主 一方面跟后天的神坛啊 也走得很近 他就信那个三太子庙 台湾人也很信那个三太子 三太子庙的一个鸡童 跟他是好朋友 他有一次就说 请那个鸡童 他到时候这个鸡童很灵啊 就是会有那个太子爷 降坛 他说请这个太子爷 到他家里面 佛堂来看一看 然后他就问这个鸡童啊 这个党鸡啊 说要准备什么鸡要不要 他说不用 他说我这个是领子的 他说我这个庙有领了 这个三太子的子 所以呢 一把箱 就是在那个 他的那个神坛啊 抓一把箱点着了 就走过来 然后到了以后呢 楼上有佛堂嘛 那楼下呢 就是他们 一般的 后天的 以前他们家的 一楼本来就有 公骂嘛 那楼下有个公骂 而且还有 还有拜那些 这个 这个 后天的神佛 后来设佛堂设在楼上 他那时候还是谈主 就这个 这个党鸡啊 就手按在这个桌子 把箱往那个箱颅一插 手一按桌子 就要起党了 太子要起来 就一按就不动了 就没有起来 就不动了 他想怎么不动 叫他他也不 听不到 就变成木头人了 完全不能动了 他想说 哇 是不是我们先天的佛堂 不应该请后天的党鸡啊 来说山道士的 就赶快上去啊 烧香忏悔 说啊 忏悔老母娘慈悲啊 因为后学不懂事啊 所以请这个后天的党鸡啊 说要来看风水 看他家的 他不是要来 要看风水 是不是有触犯到这个 老母娘呢 结果呢 哎 烧了香以后啊 他再下来 这个 这个党鸡才 哇 退下来 哦 然后嘴巴说 哦 青的红的 青的红的 啊 就是 青色的红色 叫青的红的 你看到青点红法 温将军 啊 因为他那个 太子爷那个灵啊 一届 到底是不是太子爷 老实讲 我们也不晓得 啊 就是 一上升以后呢 马上 就被赶到好远去 都回不来 所以回不了神啊 啊 他被搞到好远去 连他的魂魄都被赶走 所以定在那边 跟木头人一样 啊 他根本进不来 后来是 这个 这个陈坛主啊 他烧香 跟上天禀告以后 才让他回来 啊 他赶快就要走了 啊 他从头到尾只讲了四个字 青的红的 青的红的 只讲了这四个字 就 青点红法显神通 所以像我们 道青呢 我发现很多道青 很喜欢去问后天坛啊 后天坛 问题很多啊 有时候像我们刚才讲的 这个 佛魔争地啊 这个魔鬼有时候都侵入很多神坛啊 你都不晓得 你就当作是先佛 他们不会自称是魔的 都是自称先佛神圣的 所以这种 这个后天坛 我们道青尽量少去 你会觉得他讲的很灵啊 很准啊 越灵越可怕 越灵越邪 当然要灵啊 他才可以 有说服力啊 就算诈欺集团啊 他也要拿出一点本钱出来啊 是不是 今年吧 有一位聂小姐 回到台湾来 来找后学 这聂小姐是 从小书就读得好 还是 虽然是女生啊 她学理工的 到台大毕业呢 就去那个 美国读书 后来现在在教书 在美国的时候 就是学气功 他学气功 学一学呢 是大陆来的 那个气功老师 学一学突然间会讲天语啊 讲天语就讲一些 你听不懂的话 他自己也听不懂 不知道他讲些什么 那他们就请那个 大陆来的气功师傅 跟他看啊 气功师傅 也不懂是怎么回事 就只说他 体质比较特殊 后来就有台湾来的师傅啊 台湾的那些老师啊 通灵的老师 知道了这个消息 就跑来找他 帮他看一眼 哦 发现他是灵机啊 对啊 现在台湾有一种灵机啊 他一般的挡机 挡机不一样 灵机 而且都是知识程度蛮高的 灵机 发现他是灵机的体质 就叫他要回到台湾 宜兰有一个三清宫 有没有听说过 都是那个灵机的大本营 那边训练出很多人才出来 就是灵机救世 他们也是要来救世的 哦 这个灵机要来救世的 然后就要去领命 就像我们典传是要领命一样 要到三清宫去领命 所以他就从美国飞到这个三清宫去 来烧表文 烧黄表啊 表文上奏啊 然后领命 领了命以后他回到美国啊 哇 晚上不能睡觉了 因为大家很羡慕他 因为这个灵机啊 借这个机来办事来救世的 这个神明啊 有等级的 他大概因为学历高吧 所以说直接就原始天尊来借机 就是三清里面啊 三清宫里面最大尊的就原始天尊 正中间的原始天尊 他是原始天尊的灵机 所以到了美国原始天尊啊 每天晚上啊 就要把他叫起来操练 要踩七星步啦 练步法啦 练功啦 练咒语啦 练符咒啦 要来救世 每天晚上叫他起来 他受不了 因为他白天要上班 晚上回家家庭主婦还要顾小孩 所以他晚上 他后来就不肯起来 不肯起来 那个原始天尊一定要叫他起来练啊 他就感慨说 别吵别吵 我还要睡 后来 后来过了几个月 台湾的那个吴老师啊 就是帮他起零的那个吴老师 到美国来了 就找他去 就问他说 有没有每天起来练功 他说有有 每天都起来练功 吴老师就说 你骗我的 他说原始天尊以来跟我告状啊 说你都不用功啊 晚上都睡觉 不起来练功 哇 这真的很厉害啊 隔海超重 后来这个原始天尊的灵啊 就一直叫他回台湾 他奇怪了 他才刚从台湾领命来啊 领了灵机的命 现在又叫他回台湾 他不知道什么理由 他又编一个谎话啊 啊 就跟他 跟他先生讲啊 说要到台湾开什么读经班 就回来了 那回来他就住在佛堂 因为他也是道亲啊 啊 住在佛堂 他是基础组的道亲 就住在佛堂 这个 这时候这个原始天尊啊 就来了 啊 就来上身啊 然后上身就做什么呢 他要找简传师 啊 他就请你们一位李典然师来 啊 那他们 那个李典然师不肯来啊 说你们后天的 后天的神明啊 叫先天的简传师来 我们就立刻来 啊 那那不是 质贬身价嘛 就不肯来 啊 那这个原始天尊就说啦 他说其实我不是原始天尊 他说他要找简传师来 是想要回李天去 他说他是什么 他是一个两岁求道的 忘记三宝的道亲 两岁求道 五岁就死了 所以根本不记得三宝 那他那个灵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就在台湾游荡啊 有一天他游荡到 宜兰三清宫啊 他看到那个原始天尊啊 里面根本是空的 他就住进去变原始天尊啊 你看多可怕啊 住进去就变原始天尊啊 在那边办事啊 哇 被人家拜啊 供养啊 还有好多神兵神将啊 其实那都是阴兵阴将啊 那是 那在道教是很大的一个庙耶 除了很多人才 结果是这样子 他就 李典然师不相信啊 那个李典然师不相信啊 说你不能空口说白话 他就说他叫什么名字 在哪里求道的 哪一年求道 就他们有资料 我们不是都有资料吗 就去查 果然 什么名字在哪一年求道 而且真的是两岁求道 五岁归空 查出来了 所以李典然师赶快到佛党来 烧大把箱 扣一千扣手 送他回去 就这样子回去了 那现在三清宫 原始天尊 出缺 看有没有人要去 现在都要有别的地补了 所以就知道这些 这些这个宫庙啊 千奇百怪 什么花样都有 但是你说他不灵吗 灵的不得了 释迦牟尼佛讲的 上品精灵啊 还知道五百世的因果 他只是帮不了你的忙而已 讲东讲西啊 他什么都知道 精灵啊 精灵鬼怪都知道五百世的因果 五百被子轮回的因果都知道 何况是这些呢 像那个虽然是一个 回不去的 这叫灵童啊 我们讲暴世灵童嘛 回不去的灵童啊 像他现在回去了 一定会回来变成暴世灵童 刚刚讲这个 假原始天尊啊 他这样回去报到以后啊 怨不能了难把相还嘛 一定又回来 你若怨不能了难把相还 他回去只是报到而已啊 再派下来 已经变成暴世灵童 他的 不是人际关系 神际关系还不错 在台湾的这种神坛到处跑 东串西串到处跑 所以说 因为他们会游弹的嘛 他们那原始天尊会游弹 所以他现在后学不知道啦 但是后学的判断 逻辑判断 他一定变成暴世灵童 所以今天呢 陪方真武来了 那 要来做什么呢 要来 收杀罪孽 玉石分班 现在这场大战就是 玉石要分班 这很重要 肃清诸恶 玉石分班 对吧 所以扯起 照起 遮日月 偷顶身罗七宝星 扯起 照起 照就是黑色的意思 黑色的另起啊 一拉开了以后遮天蔽日 遮住日月 末节临顶 大节临顶 一切兵荒老幼同瞻 就像圣经里面讲的 那个可证之物啊 那个污秘的 可证物的东西啊 物质啊 会降临在什么 耶路撒冷 降临在耶路撒冷 这是什么 这就是 浮射层啊 这最可证的东西啊 要知道这个原子弹创造出来 一定会爆炸的啊 尤其现在你看 苏联解体很多核子武器啊 都到处流落啊 你有钱就买得到的耶 什么时候他们那些 伊斯兰国的那些 那个什么盖达组织啊 他买到核子武器 他不放才怪啊 因为他们的观念就认为 这个圣战回去后 就回到阿拉的真主身边去了 他们不怕死的 他就是希望死 然后带着你一起死啊 大家一起毁灭啊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会发生的 像日本 那个广岛原子弹一磕下去 广岛三十几万人啊 死了二十几万 死了三分之后 一颗原子弹就死几十万人啊 你看一颗核子弹要死多少人 何况那么多颗 对不对 这么多颗 非常可怕 一颗爆就两颗爆 因为要报复嘛 报复性攻击 你打我我要打你啊 就是这样 所以圣经里面都有 基督教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啊 耶稣讲的 他说那个日子会来的 什么时候来我不知道 你们不要讲说 几年末日末日都没有人知道的 我们道场里面讲 大千收束二八年 收束啊 大千收束啊 收束的意思就是收杀结束 收杀结束 大千收束 耶稣也讲 那个日子会来 什么时候会来 他说连我都不知道 只有上帝知道 连我都 连耶稣都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谁也不知道 那个日子什么时候会来 你只能祈祷他晚一点来 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啊 每天都在叩求啊 叩求老母大慈大悲 众生消灾免节嘛 对不对 众生免节 就是要免这个节啊 希望 时间延后一点 多一点来求道 多一点来修道 就希望这样子 那时间是很紧迫的啊 什么时候来 你是不晓得 他说那个时候来了 那个日子来了 那时候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啊 大家觉得很奇怪 他说太 日头变黑了 太阳变黑了 月亮也不见了 月亮也无光 天上的星辰都要坠落了 看不到星星啊 那就是胡摄尘啊 对不对 那个荷豹以后胡摄尘 科学家就知道吧 天地会变黑色的 我们讲七夕四十九天 天地暗淡日月无光 所以叫扯起 照旗遮日月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这个 北方真武 温元帅 台后温元帅 把这个照旗打开来了 黑色的旗子打开来了 日月都被遮住了 但是呢 人世间一片黑暗 只剩下什么 头顶身罗七宝星 只剩下七宝星 这头顶身罗七宝星 讲的就是我们的玄关窍 旺光动地啊 智诺啊 智诸啊 智慧的宝珠啊 头顶身罗七宝星 这个就是圣经启示录里面讲的 他说末节来临的时候啊 所有一切的生命都要受到伤害 但是唯独有那个 额头上有神的印记的人啊 你们不可以伤害他 他交代这些负责收杀的天使啊 额头上有神的印记 这就是释迦牟尼佛说的力士额珠啊 大力士额头的宝珠 额头宝珠拿掉以后就什么力气都没有了 额头宝珠出现的时候呢 变成大力士顶天立地 我们也是啊 我们只要能够守护这个炼神光 额头宝珠 就无限的光明 就在黑暗之中啊 就是一团光明 这时候呢 负责收杀的 这些天兵天将啊 就知道你是善良之士啊 就不会来侵犯你 而且还要保护你 头顶身罗七宝星 威正北方为帅首 威正北方 就北方真武嘛 威正在北方 为众帅之首 所有这些元帅 四大元帅之首 威正北方为帅首 肃清诸二挂甲兵 这个应该原文是肃清 就是我们这边讲的肃清诸二 玉石分班 肃清诸二 那不是拜托你挂甲兵吗 没这回事 不是 赶快请求你挂甲兵 肃清诸二 把这些这个邪恶之人 邪恶的凶臣恶煞 全部扫荡干净 肃清诸二 所以大劫来的时候 有道之人是不用害怕的 因为他是要来 收杀结束的是邪恶 邪恶之人 还有邪魔歪道 他的对象是搞得很清楚的 关键就在有没有头顶申罗七宝星 诸二肃清以后从此天下太平 甲兵高挂 这个挂甲兵是有 是有典故的 所谓干戈指挤啊 不再打仗了干戈指挤 于是甲兵高挂 挂得高高的用不着他了 这叫挂甲兵 从此以后天下太平 最后一战 最后的战争 活摩大戰 活摩大帝把這些邪惡都掃蕩乾淨以後 同時以後我們人類的社會再也沒有戰爭 不管是國家與國家的戰爭 或者什麼政黨和政黨之間的戰爭 或是家庭裡面兄弟手足夫妻的戰爭 這最可怕的 這個甚內耗的戰爭最可怕的 所以這些戰爭都沒有了 肅清諸惡掛甲兵 但是要想清楚 我們不要變成被肅清的對象就好了 不要自己是邪惡之人就麻煩了 要長存善念 得到以後誠心抱守 要長存善念 不要迷失本性 這個身夺七宝星 來個不放光 光芒被遮蔽住了 你沒有回光返照 您若不照怨行怎麼樣 必遭天遣 你沒有照怨實行 光芒暗淡 那後學那邊有一位道親 求道以後 不常來佛堂 一來佛堂就抱怨 說什麼 因為他跟公公婆婆住在一起 我家那兩個老不死的 為什麼老是死不了 講這種話 到時候又變成肅清諸惡的對象 不要想說這樣就可以 求道以後就保險了 後學那邊還有道心 一天到晚在抱怨 自從求道以後 自從進入道場以後 災難不斷 修道一定要受那麼多考驗嗎 為什麼修道那麼倒楣 一直抱怨 還動搖道心的心 有這種人啊 所有道場都有這種人 後學又跟他講啊 我說你來啊 告訴你一個好消息 我們道場啊有一個表文啊 就是撤銷表 可以註銷你的名字 看你要不要 可以燒表文註銷 你以後就天榜除名 地府再重新刮 有啊 因為我們寫錯名字要註銷嘛 要改名字的時候要註銷 不是有人表文上天以後 他跑掉了沒有求道對不對 這時候就要註銷 我說有的註銷表 我幫你寫一張好不好 他說不要 他從此以後就不敢再發牢騷了 他說不要 當然我是沒有幫他寫註銷表 但是既然有註銷表 無形的註銷表也是有的 你返心棒到律師罵天 就被註銷了自己都不曉得 什麼時候上天把你註銷了自己都不曉得 這個天恩公 花藝天恩公 木炸天恩公有一位張底蘭師 他就說他有一次到大陸去辦道 有一個人就是來找他的 一直在批評一直在批評 到蔣三寶球環到蔣三寶還在批評 蔣是講一句他要講兩句的 後來他們終於結束以後 結果那個辦事員在評盧的時候 發現那個表文都燒畫了 只剩下一小張沒有燒畫的 上面寫著這個人的名字 上天都不收他 而且他名字不是寫在最後面 他寫在中間的 整張表文稍微就剩下那個名字留著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前面講的 各方城隍來對號報事靈通查得清 那查得清清楚楚 你沒有三觀大地持悲註 你沒有在那邊註冊的話很危險 罪惡滔天沒有經過赦罪 到時候肅清諸惡 就變成被肅清的對象了 誰也逃不了 不管你身份地位有多高 逃不了 不管你身體有多健康 多有錢逃不了 肅清諸惡 他會徹底的收殺 徹底的結束 那最後這一場 大救援人香兒女 火光落地化為塵 今天不是要來 今天最後這個末節 不是要來傷害我們的 是要來救我們的 搭救援人 要搭救我們這些援人 這援人就是沒有失去本性的人 不要迷失本性 這些是我們無疾家鄉的好男好女 善男性女 叫香兒女 善男性女 這個我們是被拯救的 所以這是天降道 天降大道拯救善良 天降大姐收殺罪惡 收殺邪惡 所以這兩件事情同時發生 所以說火光落地化為塵 就算是戰火連天 火光落地化為塵 到了我們身上落地就化為塵埃 化作塵埃 不會侵犯到我們 其實你光吃樹 這個河塵 就因為那個 在日本那個廣島 那個河豹 就發現那個 牛啊羊啊這些吃樹的動物 就沒有受到河豹的污染 日本沒有素食 後學到日本發現沒有人吃素的 日本很奇怪 連出家人都吃肉 但是牛羊在河豹之中可以生存下來 因為他們是素食者 光是吃素就有這種 護持的力量了 何況我們還是修道人 萬物之靈 還有頭頂身鑼七寶行 所以不要害怕這些 不要害怕這個戰火啊 火光落地化為塵 化作塵埃 但是我會想說 哇這樣子的一個大劫之後啊 地球還能住嗎 我們是不是要搬到月球去住啊 地球還能住嗎 不會 四海龍王來住到 四海龍王這時候就發動了 各駕祥雲去騰空 駕祥祥雲啊 四大海的水啊 就算外面污染的下面都是最乾淨的 通通升到天上去 降雲沿隆啊 降下甘霖啊 所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啊 道德經裡面講的 因為我們的心啊沒有辦法合天心 現在天心人心啊 天心人心能夠相合 天地相合 我們大地兒女啊通通變成善良之人啊 所以天地相合 你降甘露啊四海龍王啊 把這個大海水升到天上去 然後甘霖浦降 甘露滑雨降下來 徹底洗滴 把這個大地上所有的這個污秽啊都洗滴乾淨 就像婆說米勒夏生經裡面講的 大海水變少了 土地變大了 土地變得以前還多 我們現在地球啊 百分之七十啊都是大海 只有百分之二三十是土地 將來不是啊 將來大海水會減少 然後土地增加 土地變成增加了 而且都很肥沃 經過甘露啊 滋潤的都很肥沃 然後說那個稻子啊生出來 婆經裡面有那個稻子生出來 直接就可以吃的 很甜美很甘美 直接可以吃的 不用煮的 直接可以吃的 所以這個就是四海龍王來駐到 各駕翔宜去騰空 這時候就把這個大地呢變成淨土 變成極樂世界 十方天兵互活駕 保佑彌勒去成功 今天有十方天兵啊 來護活駕 來護持這個彌勒佛的佛駕 要保佑彌勒去成功 彌勒祖師就是要來做這件事情的 道長萬國九州 化娑婆土為梁花邦 大同世界的來頂 這彌勒祖師做這件事 那就靠十方天兵來護持 天兵天將 十方天兵 這十方天兵啊 東西南北四方 東南西北西南東北 八方加上上下總共十方 無形的天兵天將 有形的天兵天將 全部發動 我們都是天兵天將 我們這些辦事員 替上天辦事的辦事員 都是天兵 十方天兵 你要當壇主就是天將 天兵天將 來護持佛駕 跟彌勒祖師同手同腳 手足相連 可以成就此一大事因緣 成就聖業啊 要成功 成就聖業 十方天兵啊 今天我們是凡人要變成天兵 那關鍵在哪裡啊 你要轉鍊才行啊 要從什麼 求財變成行功啊 天兵是來行功的 凡夫是來求財的 凡夫最重要就是賺錢最重要 好像後學有碰到一位講師啊 來跟後學抱怨 說他們那個道場啊 搬太多了 他說他一個禮拜啊 又出來四五天 他說太辛苦了啊 太過了啊 太過了 痛苦都不得了 他說是啊是真的很辛苦 我說你晚上出來 大概多久的時間 出來大概就兩三個小時啊 我說你都出來做什麼 參班啊開會啊 很累嗎 他說我都盡量睡覺嘛 鋪鳴啊 那如果假日出去辦活動呢 就是幫辦嘛 反正多你不多少你不少 那聽起來工作還蠻輕鬆的 他說就是花時間啊 是沒有出什麼勞力的 就花時間 然後後學又問他 我說你一天工作幾個小時 他說一天工作啊 現在是責任制啊 最少也是八個小時啊 大部分都要十幾個小時 我的工作要做完了 那工作的時候可以休息嗎 可以打瞌睡嗎 那當然不行啊 有時候下了班啊 工作還要帶回去繼續做 因為從事電腦的工作 那這樣你不覺得辛苦嗎 他說薪水很好啊 注意啊這就出來了 賺錢再累都不怕 要辦到的話 好辛苦啊是不是 所以你種到還是種財 馬上就分出來了 馬上就分出來了 很多人賺錢花再多時間 殺頭都可以去賺啊 對不對 殺頭的生意都有人做啊 那大陸賣地溝有槍斃的 照樣在賣啊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問清楚啊 你到底是種力還是種義啊 所以義力之變啊 種力的就是小人嘛 種義的就是君子嘛 義就是行功啊 就幫助人啊 公義啊對不對 這個是自私的啊 看是公義還是私利吧 你種是公義的 欸 行功了願 君子天兵 天兵天將 在人間是君子聖前 回到天上天兵天將 這個才有資格說來扶助彌勒啊 來保佑彌勒去成功啊 不然都是半腳石啊 愛手愛腳的 一天到晚就想說啊 上天啊讓我多賺一點錢吧 所以我們都要成為十方天兵 來扶持彌勒主持 來成就這個聖夜 宏洪洋了道歸家去 轉道山陽彌勒尊 今天洪洋了道者都已經歸家去了 洪洋旗就是 這個釋迦牟尼佛掌天盤嘛 那這些人明心見心了物大道都已經回去了 轉道山陽彌勒尊 到現在山陽就在白陽旗 以前是紅陽旗 最早是青陽旗 所以青葉 紅花 白蓮藕嘛 青色的是荷花的葉子 紅色的是荷花 蓮花的這個花代表智慧 然後最後結果 就是白蓮藕 青葉紅花叫紅陽 然後白蓮藕 白色的是蓮藕 這是白陽旗 轉道山陽彌勒尊 到了山陽呢 山陽開泰 彌勒為尊 山陽開泰 彌勒為尊 所以轉道山陽彌勒尊 所以今天彌勒祖師和紅陽 我們不要再用紅陽旗內套 紅陽旗內套和山陽旗 這個白陽旗是不一樣的 今天人類的文化發展 文明史 有青陽 紅陽 白陽 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什麼叫山陽開泰 青陽旗 一陽來復 一根陽 一根陽搖 這是叫復掛 一根陽搖 好像天陽發動 然後再來呢 到了紅陽旗 靈掛 靈掛就是奴林師堡 就是老師 這靈掛就是老師來教育 所以這是靈掛 靈掛就是一根陽搖變成兩根搖了 所以為什麼說山陽開泰 因為到這邊呢 山陽開泰 進入太過 山陽開泰 山根陽搖 山陽開泰 山根陽搖 山陽開泰 要進入一個泰廣 匹集泰來 所以呢 這三個時期啊 它的這種度化眾生的方式都不同 它這個叫字化 它這個叫字化 就是我管理你 你就接受管教 接受管理的 都守法的 以前搖順雨堂文武周公就是這樣 它不跟你講道理的 法令般行 你照令而行就好了 照令而行呢 就化了 就會去而向善 後來這個字化過期了以後 從孔老夫子以後呢 進入靈掛 釋迦牟尼佛以後進入靈掛 叫教化 用教育來感化 所以我們人類這個 從孔老夫子以後到現在 這兩三千年呢 都是屬於教化 到現在呢 我們這叫道化 道化 清虛大化 所以說清虛大化開會此年啊 蒼生百首共瞻恩典 大而化之 無形無相 所謂這個三界十方 無量清虛萬靈真宰 至尊至聖 明明上帝 叫清虛大化 無形無相 但是大而化之 你只要進來呢 就受到感化 無形的道 不是不需要去管 也不需要去教 是吧 這個以前是管啊 這是教 現代人呢 管不動也教不會 對不對 現在你看教小孩都難教啊 現在都是清虛大化 有時候我們道場也不需要說動作太多 只要他肯向的道 他就開始化 像後學 就發現 現在人啊 花好多的心血在教育子女 管教子女上面 越管一換 小孩子小時候跟小天使一樣啊 到小學就變成小魔鬼了 越來越難管 教也教不會 然後花多少的金錢 時間去教育栽培 越大越墮落 到現在所有小孩子都在玩電動啊 對不對 你要把他那個搶走 他要抓狂的 花瘋啦 沒有辦法了 只有靠清虛大化 你要教他 他就跟你頂嘴 你要管他呢 他就反叛 所以沒有辦法 小孩子都沒辦法管教 何況是大人 誰管得了啊 誰教得了 但是呢 後學就有發現 後學辦道這幾十年啊 這些道心啊 都是殺生害命的啊 吃肉的啦 各種行業的都有啊 進入道場 一鋪十寒耶 偶爾來道場而已啊 他只要沒有斷 V15啦 開班的時候來 一年 兩年 三年 都親口如素啊 都開始學活歸禮節 彬彬有禮啊 甚至開始辦事啊 犧牲奉獻 用這麼少的力量啊 但是影響改變這麼大 說到佛堂來聽課 根本道心到佛堂來聽課 下了課就忘了 不是像在學校上課啊 還有考試啊 做筆記啊 你的道場考試馬上就跑光了 對不對 還有打分數的啊 沒有的 聽完就忘了 甚至來這邊打瞌睡的啊 照樣改變 他只要肯回來就照樣改變 他真是輕鬚大化啊 這個力量太大了 大而化之啊 無所不在啊 所以後學為什麼這麼相信這個道理 就看嘛 看這個青少年兒童啊 花這麼心力的去教育啊 越搞越糟 那我們這些啊 像後學教育的都是大人耶 所謂江山易改本性難移的大人耶 異樣一個個也本性都轉變 而且不能管不能教 我也沒不管不教 就在這邊講一講 你回來拜拜吧 回來聽聽道理 聽過就算了 聽過就忘了 事後也不會問你啊 不會考你說我上一堂課講什麼 如果這樣考的話下次他就不來了 但是一樣轉變 這個就是三陽彌勒尊啊 就是三陽開太啊 吾皇赤令記下生 收服南言歸正宗 吾皇就是吾籍老母 明明上帝 吾吾籍老母 黃明明上帝 吾籍老母明明上帝 赤令把這個收服南言 收服南瞻不周 說收服南言福提 就我們這個地球 一切眾生的這樣子的一個 天命 赤令 令就是講他的天命 他的使命 然後呢 交給了這個彌勒祖師 這一場由你來負責了 這一場由你來負責了 然後受祭下生 要下生到這個人間世來 做什麼事呢 收服南言 收服這南言福提啊 一切眾生 萬法歸終 一心向上 今天要修道好簡單 萬法歸終 全部回到這來 一心向上 雄踢足鼻 一句話就好了 上天慈悲 就真的慈悲 甘領普將 徹底進化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都得到進化 都得到解脫 確確實是這樣子啊 道心呢不會摧飛之力 只要你設一個佛堂在那裡 敲鑼打鼓你回來吧 天哪天回來 他就感化了 他話語無形啊 所以收服南言歸正中 然後怎麼樣呢 像後學的前人 到大陸去 在山東啊 辦基金會啦等等的 花了很多錢 花了很多時間 因為老前人叫他去啊 叫他去設個點 設一間佛堂 將來要用的 他會很失望啊 他就想說要放棄了 他說這個道在大陸 是傳不開來的 沒有辦法 就正準備放棄呢 那天晚上我們老前人 老前人已經成道嘛 辭政大帝 他也是上天峰大帝 我們周老前人 就來給他託夢了 就跟他說了八個字 三陽開泰 盛世中華 盛世中華 剛剛不是這樣 三陽開泰嗎 再加四個字 盛世中華 太平盛世啊 就從這個中華民族啊 所以我們保留這個中華民國 這個很好 盛世中華 這中華民族 傳遍全世界 太平盛世 三陽開泰 清虛大化 在道場中實驗成功了嘛 後來幾十年來就做這個 就發現任何人只要靠近道場就化了 這個力量太大了 這跟髒衣服丟到水裡面 就洗乾淨的一樣 那搖一搖就乾淨了 要不然你怎麼打它 它就不乾淨了 衣服髒你怎麼弄 怎麼戳怎麼弄都沒有用 要用水啊 那今天道場就是有這個髒水 你進來了 你只要啃進來就開始洗滴 開始變化 開始變化氣質 變化行為 甚至連吃肉都可以變成吃素啊 這吃肉的慾望多大啊 多強烈啊 我們身體每顆細胞都在喊啊 我沒假吧我沒假吧 現在變成我沒假假吧 差那麼多啊 這就是化 這從潛意識裡面化 那我們想說喔大陸吧 什麼時候會開辦啊 這很難講 事後到了 老天爺當家 老母娘當家 共產黨是不當家的 上天要開放了就開始 我們要準備好 我們自己要準備好 我們要成為十方天兵才行啊 你不要貪財好色 你怎麼 怎麼去 輔助彌勒啊 怎麼去保佑彌勒去成功啊 自救不得啊 自己都保佑不了自己啊 我們如果每一個人 尊道貴德以道為重的話 時機就成熟了 上天要開辦啊 一聲令下 無妨斥令記下聲 一聲令下 就可以收服難言歸正宗 像在那個舉個例子來說 像有道親啊 到東莞 廣東的東莞 去辦道 東莞不是有很多工廠嗎 就有那個 那甘肅省的那個女工啊 到東莞來做工 那女工 那女工啊 那求道以後就覺得道太好了 就很誠心 可是也被那個公安盯上 你們好好做工就好了 幹嘛去信這個一貫道 所以說他打電話回去啊 他都很小心 他有一次他要度他爸爸求道 也跟點傳師約好了 到他家去設臨時佛堂 度他爸爸求道 他就打電話 打長途電話回去 也不敢說要求道啊 怕公安聽到了 因為他們電話都有監聽啊 台灣電話都有監聽 何況是大陸 結果 那個他就講啊 他說爸我哪一天要回去啊 有很好的事情 有好事要發生呢 你千萬要在家啊 你不要跑出去了 他爸爸就 什麼好事啊 然後我不會出去了 然後就 結果從他打那個電話以後啊 他爸爸每天晚上沒辦法睡覺 每天晚上都做夢 一下子夢見他們那個村莊嘛 一下子夢見李家的祖先來託夢 哎呀你要度我們家人來求道啊 要來拜拜啊 一下夢見張家的祖先來託夢 一下又是林家的祖先來託夢 整個村莊的人都來託夢 的祖先都來託夢啊 那是是 彌勒大道啊 無謀次令祖先啊 所有的神明都發動了祖先 通通要求說度他的子女來求道 所以那天來辦道的時候 整個村莊都來求道 事先祖先就來託夢 這就是收福難言歸正宗啊 這天人何辦啊 來往照下真言咒 傳下當來大藏經 今天彌勒祖師啊 來來往往在這個 岩府體啊 在這個這塊土地上 結了很久很久的圓 彌勒祖師本來是釋迦牟尼佛的師兄耶 他本來是師兄啊 他不是徒弟還是師兄啊 後來變成徒弟啦 就是因為他跟這個岩府體的眾生結緣很廣 結緣很深 所以他來來往往啊 比釋迦牟尼佛待得久 所以跟這個土地的因緣結得很深 所以最了解這塊土地 所以釋迦牟尼佛只能度少眾 少部分人 他才可以普度眾生 才可以普度眾生 他非常了解 他以前呢 名號叫什麼 求名菩薩 也就是說跟眾生一樣啊 貪名號利 貪名號利 那不像像釋迦牟尼佛這種都不要名利的 連國王都不做啊 要繼王位出家 他不是 那貪名求利 就跟眾生的心呢很貼近 那後來轉化了 把這個名利心放下 放下屠刀啊 立立成佛 所以說呢 他來來往往啊 這個人世間啊 他非常了解眾生 所以眾生就是什麼樣 貪圖一個啊 快 減 要簡單 要迅速 要少受苦惱 肅正捏盤 要希望很快成佛 又希望少吃苦 那少吃苦就慢慢修嘛 少煩惱少吃苦 所以他就把整部大藏經 釋迦牟尼佛有講大藏經啊 五千多檢的經典 但是 弥勒祖師啊 弥勒佛就只講了一個真言咒 一句真言咒 來往照下真言咒 精咒佛三位一體 他又叫精 叫無智真經 又叫咒 叫做真言咒 又叫佛 又叫佛 因為是弥勒佛的佛號 好 好 做結束 好 還是把它講完就知道 好 沒關係 快馬加鞭 所以傳下當來大藏經 精咒佛三位一體 一個無智真經 它又是大藏經 又是真言咒 又是無智真經 所以三合一了 符合我們現代人 一個手機裡面什麼都有了 對不對 手機裡面什麼電腦啦 什麼功能都有了 電話什麼功能都有了 所以現在也是啊 弥勒祖師也像趕上這個時代因緣 就是精咒佛三位一體 所以嬰兒差女常持念 邪神不敢來禁神 這個嬰兒差女就講前道昆道 我們嬰兒差女呢 又是存陽存陰 昆道要變成存陰 前道要變成存陽 這本來前道呢是離啊 離公啊 昆道是這個砍 砍 所以要抽砍填禮 抽砍填禮 要把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砍弓的這個 一揚啊 抽出來填到這裡面去 兩個交換 就回變 變成真揚 存揚存陰 這叫嬰兒差女 我們時間有限了 講快一點 這嬰兒差女呢 就是你要常常持念這個 這個無知真經 常常持念的話呢 你就可以 無知無欲 可以無知無欲 道哲經裡面講的 要常使命無知無欲 因為我們知見太多 想法太多 脫惹無知啊 無所不知 真正有智慧的人 頭腦中沒有一大堆的知識啊 好像虛空一樣啊 平常都空空 好像眼睛沒有影像啊 要看的時候什麼都可以看得到 你手上沒有抓東西啊 才可以 運用自如 手上如果永遠抓一個東西啊 你就只有一個功能了 你就抓了這個東西了 我們心中也是一樣啊 不能一大堆的知識啊 想法啦 念頭 所以無知 常常念無知真經 把那些知見都掃掉 常常持念無知真經 把這個慾望都掃掉 所以無知無欲 然後智慧成長 使乎智長 而不敢違也 就不敢胡作非違啊 所以叫嬰兒插女常持念 邪神不敢來近身 這個邪神啊不敢來靠近你 不敢來靠近我們 邪神不敢來近身 我們知道這個凶臣惡煞一大堆啊 妖魔鬼怪一大堆 今天呢 所謂天下將亡啊 必出妖孽 那些妖孽一定會跑出來 末節來臨的時候 妖孽到處都是 像有一位稻親 他跑來找 跟後學講他的經歷啊 就是他有求過道 但是就是沒有接近 後來就到那個大陸去玩 看他弟弟啊 就住在那個廣州的一個 華僑酒店啊 然後他晚上睡不著啊 他就面向窗那邊嘛 發現一個 白頭髮白衣服的 站在那個窗邊 他想你站在那邊看什麼 反正想起來 這是樓上耶 那你站在窗邊不就是飄浮在窗邊的嗎 我覺得太可怕了 看一看他心裡就想說 我是來玩的 我跟你無冤無仇啊 你不要來找我麻煩啊 拜託拜託 有時候人你一害怕 那個鬼就趁虛而入了 這時候那個女鬼就穿過這個窗戶啊 就飛進來了 就跟電影裡面演的一樣 就這樣直直的飛進來 就掐住他的脖子 他一直告訴自己 這是做夢 這是做夢 結果用手去搬啊 真的摸到一雙手啊 這真的是手啊 搬不開來 他就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沒有用啊 後來他想起來說 我記得求道有求一個什麼無智真經啊 想了很久才想起來 才念了一聲啊 那個女鬼就噴走 就歇神不敢來禁聲 他回來又跟後學講啊 回來以後立刻就親口如素 現在也是佛堂的壇主了 現在當壇主了 所以說這邊講的沒有錯 十念一遍神通大 十念兩遍得超生 十念三遍神鬼怕 亡兩邪魔化為成 這個要舉例舉不完的 最後呢 修辭節內尋路徑 念起真言歸佛令 今天我們在這個 這個修辭的路上啊 有各種的劫難 所謂現今災煞聚遭身邊 那我們要尋找一條安全的路 很簡單 念起真言歸佛令 你念起這個無智真言啊 念著念著 你就走向回家之路 念起真言歸佛令 令箭在手一樣 如舉太鵝啊 當者披靡啊 太鵝寶劍抓在手上 上方寶劍啊 在這個無智真經念 當者披靡 誰碰到他呢 誰就會退 當者披靡 望風披靡啊 無可阻擋 但是你自己要 信心神足才行 然後可以 可以消災躲劫 直接奔向 迷了淨土 最後這個南無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這個是以前啊 在這個十五代祖以前 那個時候呢 還沒有白陽旗還沒開始 那白陽旗銜接紅陽旗的時候 那時候傳的是十字經 就是這一句 南無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後來就變成五字經 就是我們現在的五字真言 五字真經 在以前是十字經 南無天原太保阿彌陀佛 現在因為那個時機已經過了 所以說現在就可以公佈了 不是密傳的 以前傳十字經還有十字絕 我們現在是紫亥相加嘛 那時候是紫舞相交 紫舞相交而且還在什麼 紫舞之間堪定席阿 紫時和五時還要打坐 也就是中午十一點到一點 晚上半夜十一點到一點 這兩個時間都要打坐 打坐四個時辰 以前是這樣子的 而且首截十字印 紫舞絕 一手掐紫一手掐五 紫舞絕 剛好叫十字絕 那兩個掐起來剛好這個拇指交叉成一個十字 然後口頌十字絕 所以十字印十字絕 這次講的是在十七代祖以前 那從十七代祖以後呢 就變成 因為金公祖師 吳皇赤令既下生嘛 金公祖師就是彌勒祖師 彌勒祖師下生以後呢 彌勒祖師下生以後呢 彌勒祖師下生以後就把這個十字經 濃縮成為五字經 把這個典故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千言萬語到最後剩下一個 一個無字真經 而且這個無字真經到最後呢 變成什麼 無字 無字 無字變成無字 你要用心慈念有神通啊 無字變成無字 我們念無字真經喔 你念著念著念著 欸 你的念頭通通沒有了 最後這個無字真經也不見了 它是無念為終啊 今天我們傳這個道啊 或是叫你學會很多的知識學問啊 要無念為終 六祖慧能講的啊 他說我這個禪宗的宗旨啊 是無念的 沒有念頭 無念為終 所以這個無字真經 要念到什麼 無念 沒有念頭 所有的貪心妄想 全部都不見了 無念為終 無念之後呢 才可以智慧現前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 念起真言歸佛令 念到你念頭都沒有了 你就是集心集佛 你的心就是佛 那我們持念真經啊 用心持念的話 平常都不用去念 劫難來的時候 這個真經自動會出現 劫難消失以後 真經又繼續歸領 你平常用心持念會這個樣 叫無念而念啊 無念而念 念而無念 念著念著變成無念了 沒有念頭了 歸佛令 無念而念 消災免絕 從內心自然考出來 該念的時候它自然會出現 多大的劫難啊 真經一出現就不見了 盧林盧舉太鵝當者披靡 好 今天我們的尼樂救苦經就講到這裡 希望大家能夠脫節避難 離苦得樂 超凡入聖 我們要眾聖清凡 要成為十方天兵 這個以前耶穌有講 他說你們都是神的仆人 我不是耶 我是神的兒子啊 我地位比你們高啊 我是主人你們是奴仆啊 但是呢 他跟他的弟子講啊 但是你們要更變成我的手足 而不是我的仆人 要跟我一樣成為神子 唯一的辦法 就是你們要為朋友捨命 你們要能夠捨命啊 所以捨身半道啊 因為一般人就是一天到晚 餵這個身體啊 餵到這些肉體啊 要給他吃好的 穿好的 喝好的 所以身體那麼好幹嘛 這個身體是最壞的傢伙啦 最忘恩負義的啊 你花那麼多錢給他 那最後就是死給你看 最後就是死成一堆啊 所以不要對身體太好了 要捨命 要捨身半道 一旦你下定決心 我要捨身半道的時候呢 就像耶穌說的 你升格了 你不再是奴仆了 你跟我一樣 你成為我的兄弟了 成為神之子了 你都成為耶穌基督了 這就是所謂的歸佛啊 所以我們要常常用心慈念 然後把心中的這種 這種重視肉體慾望 要希望身體呢 能夠得到很多的金錢 得到很多的享受 得到健康長壽的這種 凡俗之心啊 要化掉 化掉以後呢 這個心就是佛 集心集佛 你就成為十方天兵 你不需要弥勒來保佑你 你還要保佑弥勒呢 你還可以保佑弥勒去成功啊 就跟佛的地位是平等的 跟弥勒祖師的地位是平等的 好 後續就講到這裡 謝謝大家 有趣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